各位同心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想說 好 沒吃飽喔 大家好 好 很有精神喔 好像 不能按喔 不是這啦 這不是我的口 喔 有啊 好 謝謝 很想睡喔 會愛睡嗎 不會是 腳踩會痛嗎 不會啦 因為坐整天一定會痛啊 我們都是過來人 我們都是過來人 所以那個喔 從初級班昨天上到今天 不累是騙人的啦 一定會累的啦 辛苦各位了 我先來喔 問問看大家 在場的同心 有沒有齁 自己看報章雜誌來的 有沒有 都有人推薦的 因為齁 台灣民政府齁 這一兩年 開始 有很多 就是今年開始 有這幾期 很多都是自己看報章雜誌來的 為什麼 表示台灣民政府的曝光度 越來越高 所以才會有很多的同心 是自己看報章雜誌來的 那我再問問看 有沒有是被逼來的 有沒有 旁邊是逼你的那一個 你就偷偷的舉手 這樣我有看到就好了 有沒有 有啦齁 有啦 為什麼一定有 因為 我就是被逼來的齁 我是怎麼被逼來的 我剛剛有講啦 我是過來人 為什麼是過來人 因為齁 我跟各位一樣 我是被我媽媽逼來的 怎麼來的 一開始 我們隔壁的阿姨 就跑去跟我媽講 欸 我跟妳講喔 台灣喔 要換政府啊 那我媽就說 真的嗎 隔壁的阿姨就說 真的啊 我媽回來就跟我講 欸 隔壁的阿姨啊 跟我們講喔 台灣啊 要換政府啊 請問各位 如果你們聽到的時候 你們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你讓人騙了啦 哪有可能 是不是 哪有可能 結果呢 我就這樣跟我們媽講 啊我媽喔 因為第一次聽到 她也沒有太堅持 她也沒有說什麼 就不了了之了 結果過沒多久喔 隔壁的阿姨 又來了 她又跟我們媽講 欸 我們喔 桃園這邊有一個新地球 桃園是屬於新竹州的 她說喔 新竹州啊 那個州辦公室喔 有人喔 可以跟你講解 說喔 台灣為什麼會換政府 你要去聽嗎 我媽喔 回來就跟我說 欸 新地球喔 有人在說 那個 有什麼喔 要換政府啊 我想要去聽啊 你要不要去嗎 我說 不會 我沒有贏 你絕對給人騙啦 我說我才不要去 不要浪費那個時間 政治喔 很黑暗的 是不是 一般來講啊 通常聽到這個 你都會覺得不可能對不對 我就跟我媽講 不要去 我媽就跟我爐 去啦 不要去聽看看啊 看是怎樣啊 沒在家有機會啊 我說不會 我沒有贏 我媽就說好 這樣我自己去 我說好 我不會你去 為什麼 因為呢 她自己去 我怕有人騙你知道嗎 我說好 我陪你去好了 結果我就陪我媽去喔 去到那裡喔 喔 當時的那個州長也就是知識 他講的非常的精采 講完之後 出來之後 我媽就給我問 欸你聽了怎樣 我說喔 聽了怎樣齁 我從小到大 頭一次聽到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我說我讀這些小子 沒聽過 在我這個年紀啊 請問大家覺得 我剛年輕 還好對不對 可是在我這個年紀 一般來講 通常是政治能感 對不對 是不是 通常啊 不太關心 什麼國民黨 民進黨 什麼黨派的死活 總統馬英九是誰 還是總統是誰 我們也不會太關心 在我這個年紀 大部分是這樣 所以呢 當他跟我講說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的時候 我只跟我媽講 我沒有聽過 我從來沒有聽過 而且他講了一大堆 我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然後我媽就說 這樣喔 所以我說 我們不要碰鑽字 我們回家 喔 又不了了之了 所以到最後 我是怎麼站在這裡的 要感謝我們的那個阿姨 隔壁的阿姨又來了 她又跟我媽講 不死心 感謝她的不死心 她又來了 她又跟我媽講 欸 沒有喔 我跟妳講 台灣民進府喔 有開那個初級班 妳叫妳知道我該去上課 我媽說哪有可能阿 她就說喔 怕我有男朋友 又叫他去上課哪有可能 阿 她就說喔 不管怎樣喔 妳就叫他去聽看看 要聽看看 才知道阿 結果咧 我媽開始 回來就開始了 欸 人家說喔 台灣民進府有在初級班 妳去聽 妳去聽看看 我說不會啦 我哪有贏 妳去聽聽看阿 妳聽完之後 妳再回來告訴我們說 那個喔 她講什麼 妳喔 我媽很厲害喔 她就說 妳喔 比較會讀書 妳姿勢比較好 妳比較聰明 妳先去聽 妳聽完之後喔 回來妳再告訴我是真的假的 我媽就這樣給我怪 妳知道嗎 我說我賣 我沒贏 我沒有空阿 結果呢 拒絕她對不對 到了五六日 她就開始了 妳不是在那裡看電視嗎 妳有贏阿 不然妳就去聽看看阿 喔 我到最後投降 好好好 我去 她有好妳知道嗎 好 妳不要再說了 我去 我去聽看看 我就跟大家一樣喔 坐在這邊 上了三天兩夜的課 大家猜猜看 上完之後 我相信了沒 相信了欸 相信 沒有 答案是 我齁 三天兩夜的課上完之後 我就相信了 誰相信 馬上就相信了 為什麼 單純 你知道嗎 單純啦 我很認真的聽喔 聽完之後我就發現 欸 她講的 這個歷史 很有道理 我就相信了 相信了之後 我不但相信 我還滿懷的滿腔熱血 我隔天馬上就去打電話給我朋友 我就跟我朋友見面 然後我就開始跟我朋友講 欸你知道齁 台灣齁 要多親戶啊 這樣我有厲害嗎 我有沒有熱心 我的 謝謝齁 結果我跟她講完之後 我就開始講 喔 阿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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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 我就跟她講 講完之後 隔了一天 我朋友打電話給我 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為什麼 他隔天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 欸 我實在你十幾年啦 哇齁 太認識你了 你齁 絕對讓人騙了 我說 好像是我說過的話齁 我說你怎麼這麼說啊 然後結果呢 我朋友就說 你一定 絕對 沒有上網去查對不對 欸 你怎麼知道 太了解我了 果然是我的好朋友 他說你一定沒有上網去查 網路上就已經寫了一大多 台灣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你還去 欸 我就說 喔 那 你齁 跟我比 我比你聰明 我朋友就說為什麼 台灣民政府成立不是一個月兩個月 他已經成立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在台灣民政府裡面的人 不乏醫生律師老師博士碩士高知識分子 每一個人的學問啊都在我之上 他們呢 如果對台灣的法理地位 國際地位 有任何的疑問 他們隨便提出一個問題 絕對比我提出的問題還要一針見血 我說 如果我有任何的疑問 我隨便找一個老師來問 絕對一定會得到答案 我說的有沒有道理 其實是我病毒啦齁 可是呢 其實呢 這是真的啊 我就跟我朋友講 所以 我比你聰明的是 我給我自己機會 來看待一件事情的正反兩面 如果今天 我只看到了他的負面 我沒有看過他的正面 請問我有沒有資格來判斷 這件事情的好跟壞 是不是沒有 我看到了他的正面 跟看到了他的反面 所以我才有資格說 這件事情的真跟假 然後我朋友就問我說 好啊 那你們都說日暑美戰 那舊金山和平條約 喔他很認真喔 他還上網去查條約喔 舊金山和平條約 第二條 日本不是已經放棄 台灣澎湖的名利群求全了嗎 你怎麼解釋 我朋友這樣幫我問啦 猜猜看我怎麼回答他 我說齁 請問現在你這樣聽完之後 你覺得法理 台灣的國際地位 法理強勢 你已經很了解的請舉手 聽到無沙沙的請舉手 對不對 我也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我是過來人齁 所以這個是很正常的 因為法理啊 你們想台灣人可以被變70年 那個法理的這個是深奧 然後國際戰爭法 萬國公法 秘書長他是讀戰爭法的 他怎麼從這一大堆的原文書裡面 去繳出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 那個絕對有一套深奧的法理在裡面 所以我後來是怎麼了解 我讀完高級班齁 我告訴你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是一直到有很多的同心鼓勵我去考郡守 大家知道郡守是什麼嗎 不知道齁 郡守齁 就是相當於現在的縣市長 對啦 關市長啦 郡守 副知識 知識 這是擁有人事權的政務官 這個呢 要擁有郡守的資格 我們在9月5號 大家可以記一下 9月5號 我們有郡守的考試 考郡守齁 悶急 任何人都可以來考 如果你在這個時間點 考到郡守的資格 你可以選擇你要不要做郡守 郡守 副知識知識 一定要通過郡守的考試 那即使你對這個職位的部分齁 你沒有太大的想法 你也可以考考看 考考看齁 你對台灣的國際地位跟法理常識有多少 因為這個在執政之後 對各位是非常重要的 會有2400萬的台灣人民來問你們 台灣的國際地位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最基礎 你也要得那麼改歲 要了解嗎 不管怎樣最基礎的法理常識 你也得懂齁 9月5號 希望大家都來考考看 好不好 好不好 好齁 試試看 好不好 我今天會大家來看台灣的歷史 一般來講我們會認為齁 對台灣的歷史了解的蠻多的 可是呢 你來到台灣民政府之後 你會發現原來真的 中華民國他可以騙你70年 有很多的東西是捏造的 大家有沒有看新聞 課綱微調 為什麼學生要抗議 連我那個小子女喔 她都懂喔 我的小子女她大概現在是國二嘛 要升國二 她就跟我講說 她就跟我姐姐講 媽媽我不想要讀 我姐就問她為什麼 太可怕啦 整個課本全部都要讀中國的歷史一整年 為什麼要讀中國的歷史一整年 應該要培養我們本土台灣人 擁有國際觀才是正確的對不對 我們大部分的人的教育思想 都被停留在這裡 等一下齁 雖然歷史的課有點無聊 可是我希望大家你們可以去感受一下 你們就會發現 到底是怎樣捏造歷史 那個才是可怕的地方喔 我們先來看看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地方 猜猜看這是哪裡 哪裡 日本 台灣 都一樣 台灣加嗎 加加加加加 這個齁 這一個切成三塊這個 是哪裡 是台灣 欸 為什麼切成三塊 另外 在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 歐洲人 也就是打開大航海的世代的時候 從日本 走走走走走走 來到台灣 哇 這個島嶼怎麼這麼漂亮 然後那時候他們歐洲有一句話 叫 美麗的意思 所以當時他們看到台灣的時候 他們就把佛爾摩莎賜給台灣 他們就把佛爾摩莎賜給台灣 意思就是美麗之島 所以大家都知道台灣以前叫什麼 佛爾摩莎 佛爾摩莎 所以這個為什麼會飛成三塊 因為這是最早期的航海圖 當時的航海技術 還不是這麼的好 所以畫出來的圖不完整 可是這個是台灣 喔 那猜猜看 最早活動於台灣也就是 佛爾摩莎這塊島嶼的 外來民族是誰 荷蘭西班牙 還有嗎 荷蘭西班牙 西班牙 喔 這個就是什麼 教育 最早是誰 日本 這個在歷史文獻都有記載的喔 十三十四世紀 日本人已經在佛爾摩莎這塊島嶼上活動 一直到1633年德川幕府 進行的鎖國政策 禁止日本人 赴海外發展才停止的 所以日本至少比中國提早 三百年以上 在台灣這塊領土 居住跟活動 喔 是不是感覺 開始覺得跟你 腦海裡記憶中的歷史 好像沒讀過這一塊 歷史文獻有 剛剛我們講的 荷蘭它是最早在台灣 佔據比較有制度的一個外來民族 可是呢 荷蘭要來到台灣 都還要經過日本德川幕府的許可 每年向日本的德川幕府 進貢三萬張以上的陸皮 德川幕府才會允許 荷蘭人在台灣這塊島嶼上活動 那大家 大部分知道的荷蘭啊 有沒有人知道荷蘭為什麼要來台灣 荷蘭人為什麼要來到台灣呢 西方最喜歡東方的什麼東西 陶起 對絲綢 陶瓷 他們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西方的黃金一樣有價值 所以荷蘭人他們當時崛起的時候 他要想要分一杯羹啊 我也要賺這個錢 那他是不是要選一個轉運站 連接東西方的道路 因此他剛開始是選澎湖 他選澎湖的時候 當時的中國也就是大明國 他就想說啊澎湖離我有點太近了 他就出兵把荷蘭趕走 那荷蘭要去哪裡 他第二個就選了 台灣 他就選了FORMOSA做他的轉運站 如果荷蘭人他選擇台灣做他的轉運站 請問 他會好好對待台灣人民嗎 會不會 不會 他會不會好好建設台灣 不會 有沒有去過台北的紅毛城 淡水 有的人有去過 台南的安平古堡有沒有去過 有 台南安平古堡就是當時荷蘭人蓋的勒蘭遮 那台北的紅毛城呢 這個都是荷蘭人當時在台灣佔據的時候的軍事基地 可是其他沒有太多的古蹟 因為他在台灣武力控管的時候 他以台灣為經濟利益的轉運站 因此有沒有聽過紅毛鬼子 有 就是在指當時的荷蘭人 所以 荷蘭在台灣的時候不會好好建設台灣 也不會好好的對待台灣人民 我講的這很重要喔 所以在16、17世紀的時候奠定了什麼 台灣為很重要的經濟枢紐的位置 可是這個時期呢會發現一個重點 中國的漢民族啊 也就是中國 他們到這個時期的時候他們還是鎖國政策 都還沒有跨出海外喔 印象中如果你們讀過一些中國的歷史啊 那個時候大明國滿清慈禧 這時候呢他們都還是屬於鎖國政策封閉 會造成什麼 台灣跟中國以後的文化上的差距 就會造成台灣的什麼 歷史悲劇 這都是有牽連的喔 所以從現在開始有沒有發現 開始跟你讀到的歷史有點不太一樣 一開始我們都認為最早來台灣的是 可能荷蘭、西班牙、葡萄牙 可是其實是日本 在歷史文獻上中都有記載 可是我們的歷史為什麼會被捏造跟改造 因為要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想要給各位灌輸什麼樣的觀念 我們本土台灣人要讀的應該是真正的歷史 擁有國際觀才對 所以從現在開始 大家開始好好的想一想 真正的台灣的歷史是什麼 Formosa的政權的一個輪替喔 大概1624年日本讓與荷蘭 1662年荷蘭讓與正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讓與大清帝國 1895年大清帝國讓與日本 1945年4月1號 日本正式將台灣編入國土的一部分 1945年10月15日 日本因為戰敗被中國人佔領到今天 好我們剛剛提到的 荷蘭東印度公司 也就是荷蘭來佔據台灣的時候 請問荷蘭人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為什麼 沒有的原因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沒有 大家都覺得沒有 原因呢 實施憲政 實施憲政 實施憲政前還有一個重點 合約 簽合約 錢還有一個重點 來 看荷蘭東印度公司 他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 只有哪裡 是不是只有一點點 荷蘭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 不及於FORMOSA的全島 因此 荷蘭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好 再來 把荷蘭人趕走的是誰 鄭成功 鄭成功為什麼要把荷蘭人趕走 大家知道嗎 為什麼 反清復明 對 鄭成功是為了要反清復明 將荷蘭人趕走 那如果他是以這個目的 來到台灣的 請問他會不會好好建設台灣 不會 反清復明都來不及了 會不會好好對待台灣的人民 也不會 好 那請問 鄭成功 在佔領台灣的期間 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 一樣不及於FORMOSA的全島 不及於台灣的全島 所以鄭成功也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誰把鄭成功趕走的 大清帝國對不對 1683年大清帝國佔領台灣 他把鄭成功趕走 有沒有看過這張地圖 有沒有人看過 應該蠻多人看過 應該蠻多人看過 這個是哪裡 台灣 FORMOSA 的西半部 可是呢 請問一個地圖為什麼要畫一半呢 台灣 是一塊完整的 寒極嘛 那為什麼要把它剖一半 一邊 一邊 我們稱為高砂族 東半部呢 高砂族 有沒有看過賽德科巴萊 有的有看過 高砂族有沒有很英勇 你只要來到我的獵場 我就把你 砂頭有沒有 沒有 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不敢畫他嗎 不是齁 原因是什麼 請問 大清帝國 佔據台灣幾年 大家知道嗎 212年 久不久 我故喔 200多年很久耶 很久喔 已經換過幾個世代囉 那個代表什麼 很恐怖喔 表示喔 可以讓大家都以為 你們的祖國 是中國 212年是很長的時間 可是呢 請問大清帝國 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沒有 大家回答得很快沒有 為什麼 好 把台灣當作殖民 還有呢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最重要的是什麼 一直到1895年 大清帝國對台灣領土 有效管轄範圍 不及於FOMOSA的全島 僅限於西半部的 六個漢人 屯肯區 所以呢 一樣 可是呢 你會有一個疑問 大清帝國我剛剛講 佔據台灣多久 212年對不對 這麼久的時間以來 照理來講 應該台灣 他應該全部都控制啦 怎麼可能會東半部 沒有控制到呢 為什麼他只有 有效的管轄範圍 只有一半呢 原因在哪裡 怎麼想的不合理啊 兩百多年耶 除了剛剛我們講的 高砂組合英勇之外 還有什麼原因 交通不方便 出產不豐富 這是其中一點 但是我們要想 兩百多年 照理來講台灣 你要建設一個地方有沒有 兩百多年 綽綽有餘了 綽綽有餘喔 綽綽有餘的情形下 那為什麼 他兩百多年來 都沒有踏足到東半部 因為在大清帝國皇帝的任職 當時把鄭成功 趕出台灣的時候 大清帝國的皇帝就說 我沒想要台灣 為什麼 因為啊 剛剛是不是有講 當時的中國 也就是大清帝國 他們還是鎖國政策對不對 他們覺得台灣 他們覺得台灣 離他們很遠 很遠之外呢 他覺得台灣是一個 荒蕪的化外之地 沒有開發的蠻荒之地 所以請問建設要不要錢 要 你要派兵管理要不要人 要 人要不要薪水 要都要錢 皇帝說 我不想要花這個錢 我不想要台灣 結果 當時的師郎 大家知道啊 師郎 把鄭成功趕走的 他就跟皇帝說 不行啦 你一定要把台灣佔據起來 皇帝說有什麼 你把台灣佔據起來 不然 又有另外一個人 反清復明怎麼辦 把台灣當作基地 又反清復明 皇帝想一想 也對 可是他跟師郎講 我沒想要開錢啊 師郎就跟皇帝說 我告訴你 我給你一個建議 這個建議 就讓你 可以有效的控管台灣 什麼建議 班兵制度 台灣僅為彈丸之地 得也好 不得也好 什麼叫班兵制度 他就跟皇帝講 我告訴你 三年啊 你齁 第一個 文武官員 文官 要不要縣市長 政務官 公務員來管 對不對 你的文武 文官齁 你就齁 派那些人 來到台灣 你跟他們講 三年 期限滿了 回到中國 大清國 我就幫他升官佑加薪 立佑 然後把他的齁 家裡的人 家眷全部都扣押在大清帝國 不讓他帶去台灣 這樣他就不會在台灣 落地生根 他就不會在當地想要反清覆明 控制 然後呢 這個文官來到台灣的時候 三年一定要回去喔 你來到這裡 我們講這個車程啊 來到這裡定居 要不要扣掉半年 差不多嘛 然後呢 你熟悉台灣的鄉里地理環境的時候 要不要差不多要幾年 差不多嘛 等你都熟悉好 筆拿起來要寫企劃書建設台灣的時候 抱歉你怎麼回去了 請問 你們如果是這樣的文官 你會好好的用心建設台灣嗎 不會嘛 好 文官是這樣 五官呢 一樣 你把當地的齁 全部的無業遊民 全部都召集起來 派去台灣當兵 當什麼 警察 無業遊民一樣 三年為任 如果是這樣 請問台灣 兩百一十二年之後 它會是什麼狀況 一樣喔 荒蕪 兩百一十二年裡面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請問 他們有好好對待台灣的人民嗎 沒有齁 能貪污就貪污 如果你是文武官員 給你這樣的班兵制度 是不是能挖就挖 反正回去挖沒差 我也沒有必要好好建設 我做得好 上頭也不會給我獎勵 我做得不好也是應該的 反正他本來就不要台灣 還有台灣不足成 建設要花錢對不對 連縣市政府他都懶得蓋 台灣不足成 這就是當時大清國在台灣 兩百一十二年的政策 聽到這裡有覺得可惡嗎 你們還覺得他們是你的祖國嗎 很多齁 所以 對 其實跟現在中華民國沒差多少啊 所以喔 慢慢的你就會感受到 都是一樣 原來當時台灣的歷史 在建構在這樣子的架構下的時候 因為兩百一十二年時間很長 很自然的你就會以為 我們好像也是 一份子 其實那個是因為時間長 他們一樣都是外來的民族 喔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三年一小返五年一大亂 一樣大清帝國 在1887年的時候 才完成台灣的建神 換句話說 佔領台灣的期間 For Mosa西半部 2004年後 才宣布 將台灣變入大清帝國的版圖 請問 有成功嗎 有成功嗎 沒有成功齁 台灣有沒有屬於過大清帝國 再問一次 台灣有沒有屬於過大清帝國 沒有 原因是什麼 領土有下管轄範圍不及於台灣整個全島 齁 這樣了解嗎 所以換句話說 什麼意思 台灣 從來沒有屬於過中國 因此 中國呢 他們的知識落後 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讀國際戰爭法 萬國恐法 不知道 到現在 中國再也不敢說台灣跟澎湖是他的 他只敢說台灣跟澎湖是他的核心利益 因為現在罷了 正常罷了 正常罷了 好 這個是重點喔 但是呢 在我們的敬意裡面 我們被影響了什麼 文化 大家知道 本土台灣人最早期的文化是什麼嗎 我們本土台灣人喔 平埔族 高砂族 之間有什麼 大家喔 會覺得說台灣人啊 很可憐很辛苦 為什麼我們就要被荷蘭佔據 然後又要被鄭成功佔據 又要被大清帝國佔據 為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國家 台灣 因為最早期 我們是不是 阿美族啊 泰亞族 一個色一個色一個色之間 他們之間呢 沒有共同的語言 沒有共同的文字 也沒有書 因此 他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國家 所以 是不是只要有外來的民族來 他只要有稍微有一點點系統 有一點點制度 是不是就可以控制我們 這就是最早期喔 台灣為什麼會經歷 這麼多的外來民族的原因喔 那我們最早期的文化是什麼 我們一定得了解 我們沒有文字 沒有書 我們只有什麼 代代相傳 靈魂不滅的傳說 勇士傳說 一代傳一代 主靈 是多麼的英勇 多麼的英勇 那我問問大家 台灣 日本 美國 大家知道日本姓什麼教 那個拜那個神社對不對 拜神社 類似神社 啪啪那個 美國姓什麼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台灣姓什麼教 佛教 道教 道教 一貫道 基督教 睡覺 什麼教都有對不對 欸 這樣子一講 你有感覺嗎 為什麼 別的國家 一講 大部分就是一個教 為什麼台灣這麼多教 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的教 小小一塊地方而已 這麼多的教 因為 我們被衝擊了什麼 文化 一開始我們是不是有被荷蘭佔據 荷蘭當初以台灣為經濟利益的轉運站 但是他除了通商之外 他還有一個傳教的重點 他將當時大部分的高砂族的長老 都召集起來 要他們信仰基督教 所以有沒有發現我們很多的高砂族 都是信仰什麼 基督教 對 那後來呢 我們的佛教道教從哪裡來 春節端午節中秋節 元宵節清明節中元節七夕過年 請問他是台灣真正的節日嗎 不是齁 有沒有有點衝擊 過年要包紅包 過節三節什麼端午節 好像很自然 可是呢 他不是本土台灣人真正的節日喔 這樣有衝擊嗎 他是在大清帝國佔據台灣212年當中帶來的文化 齁 因為212年太長了 所以你以為他就是我們的節日 很多人以為自己就是中國人 以為中國人是我們的祖先 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們本土台灣人得了解自己真正的歷史跟身份 沒有關係 秘書長有講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 我們將東西方最好的文化跟制度來醞釀在台灣 如果今天燒金座會破壞大氣層 我們改成鮮花 是不是也不錯 如果我們可以將最好的文化跟最好的組織制度用在台灣 以後台灣可以建立屬於台灣人本土台灣人的文化 這樣好不好 我們不用再被別人影響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了解最早期是什麼 代代相傳靈魂不滅的傳說 唯我們最早期的 然後後來被影響了什麼 基督教的文化 然後來自中國的文化 所以這樣啊會造成什麼 整個文化集體潛意識的魔咒 也就是大家今天會來到這裡上課其實都是不容易的 包括我也是 就是我們隔壁的阿姨不死心 如果沒有他的不死心 我怕你也會站在這裡 可是就是因為被洗腦的很徹底 你會發現 連中華民國他是流亡政府我都不知道 看有多政治能感就好 多麼的不關心國家 終於 有沒有看過這一張合約書 1895年的時候 大清帝國的皇帝正式將台灣籍澎湖 永久擱讓給日本天皇 這一張是當時合約書 甲午戰爭 簽訂了之後 簽訂了下官條約 也就是大家歷史書上讀的馬官條約 日稱下官條約 那這個合約書有多重要 它裡面寫什麼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皇帝跟皇帝簽的 簽什麼 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 澎湖列島及北緯度 簽訂了下官條約 有沒有突然覺得這一張看起來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什麼 土地權狀 像不像 把你的這個島 緯度什麼都寫得很清楚 像不像土地權狀 這就是當時台灣的土地權狀 從這一個條約 也就是下官條約之後 包括就金山和平條約 一直到現在 沒有任何一個條款 有再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這張很重要喔 除了這一張以後 沒有任何一個條款 有再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所以我們當時就進入了什麼 割讓給日本天皇之後 我們就進入了什麼時期 日治時期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是什麼 帝哥道菜兜 帝哥道菜兜 大家知道有多厲害嗎 帝哥道菜兜 把這日本打請問贏輸 當然也輸 當然也輸 哪有可能打贏 帝哥道菜兜 那個菜兜是不是你的杯出去了 帝哥道菜兜 把日本打 當然也輸 不過喔 你知道嗎 日治時期的剛開始的時候 日本來到台灣的時候 死了三四千個兵 你知道有什麼 怎麼死的 帝哥道菜兜打死的 還是怎麼死的 被高殺阻殺的 也不是 自己死的 霍亂 也就是他們 為什麼 不是水土不服喔 是台灣 太垃圾了 台灣太髒了 台灣之前是誰統治 大清帝國 剛剛有講 是不是沒有好好建設台灣 沒有好好對待台灣人民 所以日本一來到台灣 莫名其妙死了三四千個人 太髒了 傳染病生病死的 不是水土不服喔 所以可見當時的台灣 有多麼的落後 可是很多人會說 你們台灣民進府 都說啊 日本啊 對我們好 可是我印象當中 還是有抗戰啊 還是有 對日抗戰 對 這就是剛開始 打仗的時候 台灣的 一名軍對日抗戰 台灣人已經習慣了 每次換一個統治者 就要抗戰一次 所以 日本他們 對我們的紀錄是 台灣的民族是 是可殺不可辱 來進入我們台灣的民族 可是呢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呢 他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 前期差不多齁 大家知道日本統治台灣幾年嗎 五十年嗎 前期差不多齁 幾十幾年 中後期差不多三十年 啊怎麼樣 前期的時候是五官的 總督厚騰辛平 他來到台灣齁 用德國式的殖民主義 來嚴密的控制台灣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一個問題 欸 你們台灣只有西半部 被大清帝國統治過的痕跡 東半部咧 這樣你把台灣割給我 東半部好像沒有 沒有被大清帝國統治過啊 這樣是不是要怎樣 他就發問 結果美國就跟他講 你們要像我們統治印第安人一樣 用武力征服 因此 日本就 對東半部也就是我們的高砂族 用武力征服 所以有看過我們的那一些 物色事件對不對 塞德科巴萊 所以他用武力征服之後 必須他要將所有的部落 全部統一之後才能夠建設 才能夠統一 才能夠施行他的制度 因此 日本他花了時間 將東半部全部統一 統一之後呢 我來問問看大家 厚騰欣平這樣子做 他有過 有沒有公 有沒有公 他的功勞也不小喔 來請問有申請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請舉手 很多喔 好謝謝 請問你們申請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時候 有叫你們去申請什麼東西 戶籍騰本 什麼時期的戶籍騰本 日治時期 為什麼不是大清國時期 為什麼不是大清國時期的戶籍騰本 是日治時期的戶籍騰本 因為為什麼 大清帝國 根本就沒有戶籍騰本 他根本就沒有要建設台灣他還管你耶 所以是厚騰欣平日治時期 建立了什麼戶口普查 他將你家家戶戶 是吩啥都沒有人 exactly 所以台灣到現在還在沿用日治時期的戶籍騰本 這個時期他做了什麼樣的建設 戶口普查 生物學 科學 農業 工業 衛生教育 交通警察 還有什麼 所有的發展 這是非常重要的 他奠定了台灣以後的什麼基礎 经济奇迹的基础 我们一直到了1904年 也就是明治37年 台湾的财政已经完全可以自主 不需要日本的中央补贴 甚至台湾的公共建设 也就是台北的下水道覆盖率 还是当时的亚洲第一高 这样有厚吗 亚洲第一高怎么有厚 有厚 有没有突然觉得 你从大清国时期很落后的国家 突然之间就变得很厉害 有没有 我告诉你们 中国人就是没眼光 大清帝国都没有眼光 觉得台湾没好 可是他们不知道台湾是一个宝岛 台湾一年三收物产风扰 台湾是这个宝岛 你只要好好建设 它的重点是什么 不需要中央补贴 意思就是说 荷兰 郑成功 大清帝国 都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对不对 因为建设要不要花钱 要 可是今天 日本他花钱建设之后 他得到了什么 在1904年的时候 台湾已经可以自给自主 之外 我们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成为日本的大米仓 有没有 所以日本有眼光啊 所以呢 他们眼光更好是什么 到了中后期 也就是换了文官田建智郎 当时的首相袁靖 他们两个就商量说 哎 我感觉台湾真的不错 这个发展一下 真的赞 一年三收物产风扰 我们把台湾纳入为日本的国土 好吗 当然好 那要怎么做 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你必须实施 内地延强主义政策 还有同化政策 也就是黄民化政策 我们长一辈的 有學那個阿姨有的嗎 有嗎 對啊 為什麼 內地延長主義政策 童話政策 也就是說 我們要有一樣的信仰啊 讓台灣人如日本人一樣 受眾天皇 日台共學 日台通婚 任用最好的建築師 來建設台灣 把台灣當作是他的國土之一 童話 大家知道八田語音嗎 有實在嗎 他很厲害 一位深愛台灣的日本人 一個震撼亞洲的偉大工程 他們當時做了什麼 台灣為什麼會成為漁米之鄉 跟他有非常重要的關係 有沒有去過烏山投水庫 有喔 那有漂亮嗎 漂亮喔 有看到這個嗎 他吐在那裡 他就是八田語音啊 八田語音在這裡 土壘做什麼 看著台灣這塊土地 土壘 我要怎麼樣 讓我的水 可以綿延數萬公里灌溉到台灣的每一塊稻田 有厲害嗎 像蜘蛛網一樣分散出去之後 讓台灣成為今天真正的漁米之鄉 因此台灣的嘉南大軍 烏山投水庫 桃園大軍 水稻計畫 都是當時台灣現代化很重要的土木工程 烏山投水庫甚至是世界第三大 也就是當時世界第三大 那有厲害嗎 有齁 台灣有很厲害嗎 有齁 短短的五十年間 台灣發展成什麼 南北的重貫鐵路 港口 機場 全台的電力 水力 火力發電 全台的資訊傳播網 到這地方 我們台灣已經成為一個健全的完整的國家 原本一直很落後對不對 經過大清國的212年還是很落後 但是日之時期它短短的五十年 讓台灣成為了世界前幾強國 當時台灣很厲害喔 所以你們知道 台灣如此進步跟鮮明的文化 當我們被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統治的時候 你就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殘劇 當時的台灣的經濟奇蹟 所以知道台灣的經濟奇蹟是誰創造的嗎 日治時期 亞洲四小龍是什麼時候創造的 日治時期 這都是當時奠定台灣很重要的經濟基礎的地方 所以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他們都還沒有建立的時候 台灣已經比貧窮落後的中國 進步一百年以上的差距喔 各級行政司法機關警察系統 護政系統 農會金融財政底氣及普及全島的初級教育 普及全島的初級教育很重要喔 表示每一個人都有書可以念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文化的素養 如果今天叫你隨地大小便 你怎麼會不會齁 可是到今天喔 你在看新聞都還有看到中國隨地大小便有沒有 那你可以想像這個時期他們的文化跟我們文化 落差有多少嗎 台灣每一千人平均五台電話 中國到42年後才達到標準 台灣的兒童就學率達到71.3% 中國在二十幾年後才達到這個標準 這群學生有夠多嗎 他們在幹嘛 開車嗎 開車為什麼要跪勒 為什麼要跪著 培養什麼 培養武士道精神 所以這個武士道精神呢 也會造成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折喔 所以 你看 像現在學生多好 坐著還可以睡 這時候只要整個踏車 學生可不可愛 頭髮可不可愛 有沒有每一個都穿鞋子 我媽齁 我媽媽看到這一張 她就跟我問 欸 有什麼啊 他們踏車的時候還有鞋子可以穿 我踏車的時候還沒鞋子可以穿 我說 我說 你應該還蠻年輕的啊 你踏車的時候 不可能是日治時期之前吧 你踏車的時候 是日治時期之後 日治時期之後是誰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所以表示 當時的經濟狀況 一定有一定的穩定的程度 結果 我媽那時候讀書 沒有鞋子可以穿 表示經濟怎樣 衰落 退步 甚至有多少的人 餓死街頭 這張是 當時日治時期 成立的第一所台灣人 就讀的小學 然後呢 他們打贏了日本的棒球隊 然後合影留念 代表了什麼 很厲害 是很厲害 可是重點代表了什麼 當時的社會 人人呢 吃得飽 穿得暖 還有時間打棒球 還有時間畫畫 這都是證明的喔 你如果是吃不飽 穿不燙 還有時間去打棒球嗎 沒有時間喔 還有時間讀書嗎 沒有時間做工作就不符了 還有時間跪倒嗎 沒辦法喔 純純波這一個人 還蠻多人認識他的 他當時在日本地展有入選喔 是一個很有名的畫家 可是 他是怎麼死的 嗯 等一下我會說喔 1895年 212年 大清帝國統治下的台灣 日治時期50年 統治下的台灣 有差嗎 212年這麼垃圾 50年這麼乾淨 212年 20年 50年 有厲害喔 有沒有差很多 差很多 有心治理跟沒心治理 就差在這裡喔 你這樣你還會覺得 中國是你們的祖國嗎 差很大喔 終於 日本天皇他下達教書 他在这一天下达了教书 颁布了明治宪法 在1945年的4月1号 从此台湾成为日本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 这有什么意义存在 有没有看到Japan 这是日本对不对 这是哪里 台湾 这是日本的地图 台湾在日本的地图里面 什么叫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有一个案例 当时呢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 甲午战争之后是不是签订下官条约 下官条约 当时呢 大清帝国皇帝 将台湾跟澎湖割让给 日本天皇的时候 他还多割了一块地方 辽东半岛 结果呢 三个国家出面抗议 你稍等一下 辽东半岛呢 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 怎么可以割给你日本天皇呢 不行啊 为什么 因为呢 辽东半岛就是当时的奉天 也就是大清帝国当时的起源地 所以呢 辽东半岛是 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 因此日本天皇就说 好 那我行李 他跟大清帝国皇帝又签订了一个条约 辽南条约 再将辽东半岛割还回去给大清帝国 这样了解吗 因此当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的时候 请问台湾可不可以被割让 不可以 再加上 刚刚有讲下官条约之后 有没有任何一个条款 有再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 没有 因此台湾的领土主权还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日本天皇呢 依照了什么 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完全合法下达了什么 征兵令 然后赋予台湾人参政权 然后呢 颁布了宪法 诏书 在这一刻 台湾就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 完全合法 那合法之后呢 终于 我们进入了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下一个议题 我们动一动 休息十分钟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好 让大家舞动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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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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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這麼恨他 日本偷襲美國的 珍珠港 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 原子彈 所以美國是 主要 戰勝國 他有權力分配日本的領土 因此呢他怕 日本的帝國主義再次崛起 所以他將日本 五馬分屍 北方四島由俄羅斯 韓國獨島 日本本島 美國親自佔領 琉球聯合國托管 台灣跟澎湖 交給蔣介石集團 代理佔領 因為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以他的能力他也沒有辦法佔領 日本所有的領土 然後他又怕日本的帝國主義再次崛起 因此他將日本 乾脆把他的領土全部五馬分屍 所以台灣跟澎湖交給蔣介石集團代理佔領 你們想 剛剛有講我們 跟中國那時候已經差距有多少 一百年以上的文化落差 台灣是多麼的進步跟先進 那各位想 當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1945年10月25日交戰國佔領日蔣介石集團來台 在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之前喔 有兩個月的時間 台灣是沒有政府的狀態 沒有進步喔 請問一個國家沒有政府 他會發生什麼 動亂 要不要趁這個時間搶劫 搶劫全聯 要不要搶劫 對不對 會不會動亂 可是你們知道嗎 在這個時間點 台灣啊 兩個月沒有政府的狀態下 沒有動亂 沒有動亂厲害 能相信嗎 我們剛剛有沒有看到一群小學生跪著 他們在培養什麼 武士道精神 我們台灣在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之前 兩個月的時間沒有政府 台灣沒有發生動亂 台灣的人自己成立自衛隊 來做警察 然後好好的管理台灣的人民 然後自動自發的 安靜的等待 以為要回歸主國的懷抱 台灣人的素養高不高 這是不是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做到的喔 你一定要有相當高的文化素養 你才能夠在沒有警察 沒有政府的狀態下 還這麼乖喔 所以你們知道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們是怎麼來的嗎 請黑 超阿黑 請破咪喔 來到台灣 那大家知道文化落差差多大嗎 他們的兵啊 去雜貨店買了一個水龍頭 然後在牆壁挖了一個洞 把水龍頭插進去 然後轉 怎麼沒水 然後再把水龍頭拔出來 然後跑去雜貨店罵那個老闆娘 你買我的東西是壞掉的 他們連自來水是怎麼來的都不知道 這樣子的文化素養要來控管台灣 會發生什麼 慘劇 1946年1月12號 將台灣人民集體強迫為 規劃為中華民國國籍 以一道行政命令 一夜之間喔 就是告訴你 請所有的人都去領那張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沒有經過你的合法意願 直接就強迫 將你改為中華民國的國籍 為什麼 因為啊 他沒想到 哇喔 台灣啊 真好 進步 好呀 五級 物產豐饒 一年三艘 人口又稀少 手無寸鐵 而且 因此我想要把台灣讚為己有 一道行政命令 將你們全部規劃為中華民國國籍 那台灣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他違法 有 很多人知道為什麼 台灣的文化素養的水平在日治時期 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 因此有多少人 兩萬到三萬的政治精英 他們足以組成什麼 堅強的內閣 議會 政府 裡面有什麼 老師 律生 醫師 博士 碩士 藝術家 兩萬到三萬的精英 在1947年2月28日 全部被屠殺 什麼叫屠殺 剛剛是不是有講到陳陳波 陳陳波 他說有沒有原因 在車站 雙手合掌 鐵絲從手掌中間穿過去 跪在地上 砰 就地槍決 沒有原因 沒有理由 這叫屠殺 他將台灣兩萬到三萬的精英 全部屠殺 然後再進入 強達歷史上最長的白色恐怖 戒嚴時期 38年又56天 足以將在場 所有的人全部都洗腦成功 如果你還敢再講話 你晚上晚上 是不是你就不去 所以各位 為什麼會被洗腦 有原因的 剛剛啊 我們聽我們同心在講 陳陳波 他還不是這麼的簡單 還曝失在那裡 沒有人敢用單架去把他的屍體抬回去 他的家屬 兒子女兒想要把他的屍體運回去都沒有 最後他兒子去拆那個門的木板 才把他運回去家裡 有可能嗎 其實以我這個年紀啊 我是政治能感 我以前228的歷史事件啊 對我來講 他只是課本上的一個事件而已 我沒有太大的感覺 我來台灣民政府之後 我了解真正台灣的歷史的時候 我每次講到我心裡面都很難過 因為我們現在很努力的就是在培養這些精英 兩萬到三萬的精英 足以救台灣的人 全部被屠殺 然後用長達38年用56天 將所有台灣人洗腦 白色恐怖跟戒嚴時期 然後呢 1949年6月15號 4萬塊換一塊 4萬塊換一塊是做什麼 為了物價通膨 我弟弟齁 他是台大 台大生 高知識分子 當我在跟他說這一塊的時候 他就回答我說 當然啊 你一個國家的物價 當時在物價通膨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這樣的政策 你才可以穩定物價啊 你才可以穩定物價啊 我當時呢 只讀了初高知齁 他這樣說也是有道理 對啊 沒有錯啊 以經濟學來講是這樣沒錯 我沒辦法回答他 後來我讀完之後 我跟我弟弟講 我現在可以告訴他 為什麼會物價通膨 當時的中華民國國民黨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在中國國共內戰 自家兄弟當時在想怕 請問打仗要不要錢 要 剛好他接受美國的代理佔領的命令 來到台灣 代理佔領的時候發現台灣是個寶島 有錢 人口稀少 物產豐饒 大家人都很好 我把你們所有的物資全部搜刮一空 運去中國資助他的國共內戰 請問你們會不會物價通膨 一定會 惡性物價通膨之後 他再用四萬塊換一塊 公然搶奪本土台灣人的人民財產 三七五減豬大地主變小地主 他們來到台灣 是沒有任何財產沒有錢的 結果現在最有錢的是他們 用這樣的政策 公然搶奪人民的財產 惡性通膨 台灣的政治 承移及行政司法立法 三權於一身 官僚作風 官僚作風 很可怕喔 這是日治十七五十年裡面不曾發生的 請問各位還會覺得這樣的人 能夠有資格當管理台灣的人嗎 如何的掩蓋歷史真相 包括現在要怎麼樣將台灣賣給中國 很可怕的歷史 而且沒有很久耶 台灣被他控管目前是七十年 很久 可是你想前前後後 他還有三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的白色戒嚴恐怖 我們才經過幾個世代而已 大家被洗腦得這麼成功 終於喔 1949年10月1號 中華民國於國共內戰戰敗了 在這一刻他成為了流亡政府 我終於知道流亡政府是什麼了 當一個政府一個國家 他被趕出他的首都南京的時候 在這一刻他就成為了流亡政府 他除非再回到他的領土 他才能夠回覆他的國土 所以我相信各位在場的 你們都有聽過一句話 反攻大陸有沒有 有沒有 請問他是我們本土台灣人的責任嗎 那是他們的關係對不對 中華民國國民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他們自家兄弟在國共內戰 然後他被趕出來了 他成為了流亡政府 來到台灣代理佔領之後 要求台灣的人民去替他打仗 對嗎 搶奪台灣人民的財產之後 變成他的錢 可是我們會問喔 你美國是主要佔領國 你為什麼不管台灣人的死活 你應該要管啊 有 美國有想要管 他沒有想到喔 這個中華民國 是這樣的 他也沒有想到 他會戰敗 成為流亡政府 他有想過 要把 蔣介石集團趕出台灣 可是呢 當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願意收留一個流亡政府 收留他 然後台灣呢 當時是無阻的狀況 日本戰敗了嘛 他們自顧不暇 那台灣怎麼辦 中華民國怎麼辦 美國頭大啊 當時又發生了什麼 1950年6月25日 韓戰爆發 美國他本來正在思考 這個問題的時候 好死不死 韓戰又爆發 那怎麼辦 他呢 怕中國介入韓戰 他必須反共 因此 他需要台灣要有人顧著 台灣不能被中國拿去 台灣只能交給 當時的蔣介石集團 一石二鳥 有人幫他顧著台灣 然後蔣介石集團 他也不用想說 他可以去哪裡 就因為這樣的政治利益 請問美國犧牲了誰 台灣 有口嗎 告他是剛好對不對 讓台灣人70年來 生活在政治煉獄喔 可是他知道一點 台灣啊 絕對不能交給中國 因此在1952年的 4月28日 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 也就是我的朋友有問我 舊金山和平條約 第二條 不是已經聲明 日本朝鮮獨立 放棄台灣澎湖的 主權權利了嗎 為什麼你們還說是日暑美戰 日本天皇的領土主權 並未放棄的意思是什麼 現在我比喻 我現在是不是站在這間教室上課 這個教室的地主啊 他在幾年前喔 就跟我講說 他不想要管事情 他這個土地就交給我使用 交給我管 然後呢 他不管 然後呢 經過了這幾年 我都一直把他拿來上課 我都在使用這塊土地 請問 我可不可以說 這塊土地是我的 為什麼不行 他也不管啊 不行的原因是因為我沒有什麼 所有權狀 土地權狀對不對 因為我沒有土地權狀 那請問 中國有沒有擁有台灣的土地權狀 沒有 中華民國有沒有擁有台灣的土地權狀 沒有 我們在下官條約之後 有簽訂任何一個條款 將台灣澎湖割讓出去嗎 沒有 就金山和平條約 他放棄的是什麼 管轄權 那他有放棄 領土主權嗎 沒有 他沒有簽訂割讓啊 因此他放棄的只是 管轄權 這樣了解嗎 因此日本天皇的領土主權 並未放棄 他還有關心這塊 台灣土地上人民的義務 但是會有人問 不是有三個公報嗎 開羅宣言波茲坦公告跟日本祥書 它是什麼呢 這個三個 這三個公報不是都講說 台灣跟澎湖應該要還給中國嗎 因為這叫做單方面的宣言 有沒有看到三個小孩子在吵架 有沒有 在吵架的時候打仗的時候啊 這兩個小孩子都哭啊 都說這個球要還給這個女生 這個弟弟有沒有看到他很鎮定 他說喔 不好意思喔 這個球的發票在我的口袋裡面 購買證明在我的發票 在我的口袋裡面 請問球是誰的 紅衣服的弟弟的對不對 喔 那請問台灣的土地權壯所有權壯在誰手上 日本天皇手上 在戰爭的時候公報 三個公報都說 你應該要將台灣澎湖還給中國 應該要將台灣澎湖還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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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請問日本天皇有沒有答應 沒有 有沒有簽約 沒有 沒有 就近山和平條約有沒有簽 沒有 這樣跟全都算 沒有算 那你明白嗎 單方面的宣言跟認知 你要簽約了才算啊 因此 剛剛有講 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一個條款 有將台灣跟澎湖給 擱讓出去 因此啊 這是一個跳蚤 我當時 來到台灣民政府 沒多久 我都覺得 整個台灣人啊 就像跳蚤 為什麼像跳蚤 大家知道跳蚤多厲害嗎 他是全世界跳得最高的動物耶 厲害不 他可以跳比自己身高高100倍喔 我們來給跳蚤做一個實驗喔 今天啊 你把跳蚤放在桌子上 然後你拿一個蓋子 把它蓋起來 然後你拍桌子 他就跳喔 是不是跳很高喔 他跳很高 他就撞到拼了 對不對 撞到拼了 他是不是會痛 那你再拍 他再跳第二次 又撞到 再拍 跳第三次 請問跳蚤聰不聰明 他會不會降低高度 還是會一直撞到 跳蚤很聰明喔 你拍幾次之後喔 他一直撞到他會痛 他就會降低他的高度 他會跳矮一點 這樣有聰明喔 聰明喔 你就把蓋子再拿掉 你再換矮一點的 你再拍 他又撞到 他又降低 你就這樣一直拍一直拍 然後你那個蓋子 換換換換 換到很矮接近桌面的蓋子 把它蓋著 你再拍 請問跳蚤還跳不跳 他不跳喔 他用爬的 因為他跳不起來嘛 他直接用爬的 好 請問你把蓋子拿開 你再拍 沒有蓋子囉 請問跳蚤跳還是不跳 跳還是不跳 不跳齁 從此以後 跳蚤就變成爬蚤 不跳了齁 所以這代表什麼 我當時喔 就覺得我們台灣人 就很像跳蚤 祖奔啊 很厲害耶 因為經過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70年的洗腦之後 大家都變成爬蚤 很多人都不知道台灣的人啊 以後生活可以過得多好 你們相信啊 如果有一天啊 台灣人可以穿著那個 阿拉伯服有沒有 白色的那阿拉伯服 然後在那裡飄啊飄啊 這樣不錯喔 變成產油國 好像不錯喔 大家知道 南海石油 為什麼不能開採 美國不能採 日本不能採 中國不能採 誰可以採 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論啊 以後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之後 我們也不需要每年 向美國購買幾兆幾兆的軍購 然後 請問台灣人會好嗎 會好嗎 會好嗎 因為美國有義務要協助我們的國防 所以知道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論 對台灣人影響有多大嗎 那個不是喔 政治能感 這麼單純而已喔 影響到2400萬所有台灣人民的福祉 這是台灣民政府極力爭取的事情 所以在2006年的時候 10月24日 我們的秘書長林志生率領228年228事件的受難家屬 去控告美國 他該告啦 說喔 你要為台灣負責任 告贏了沒 秘書長怎麼告 他喔 關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裡面 讀那個疊起來跟人一樣高的原文書 從裡面 萬國公法國際戰爭法找到台灣人的地位 他很堅持為台灣人走出一條路 因此我們在2008年3月18 美國華府聯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灣人無國及people of Taiwan 這意義是什麼 跟我們有切身的關係喔 如果今天我 嫁給了一個飛翁 請問我生出來的小孩是誰 是誰 是飛翁 還是台灣人 是飛翁 我如果今天嫁給了一個飛翁 我生出來的小孩是小飛翁 喔 因為呢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可不可怕 很可怕喔 所以代表了什麼 跟你有沒有切身的關係 有 2009年的4月7號 美國聯邦高院判定 台灣人無國既承認的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 無國既承認的政府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啦 為什麼不能加入聯合國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台灣國際地位 未正常化 拿著護照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護照出去 被人家看不起之類的 這應該 大家都有耳聞啊 生活在政治煉獄的意義是什麼 剛剛我們經過228事件 白色戒嚴恐怖時期 包括你們現在 強迫你們的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後面有一個透明的條碼 來辨別你們是本土台灣人 還是他的人 你們知道嗎 有沒有講師教你們 有沒有講師教你們看 有喔 身份證的背後 如果 的右上角 你摸喔 有一個透明的條碼 為什麼要做透明的 為什麼要做得那麼不起眼 為什麼要隱瞞 大家知道馬英九 跟秘書長是同學嗎 知道喔 知道馬英九讀書很差嗎 知道馬英九讀書那麼差 還可以讀哈佛嗎 為什麼可以讀哈佛 有夠厲害 現在 啊獎學金是領誰的錢 誰 供他讀書 所有的本土台灣人供他讀書 然後 所有的納稅人供他讀書 供他讀書之後呢 什麼 他呢還可以加分 因為你的身份證後面 判別你是本土台灣人 還是他們自己的人 是他們自己的人 就偷偷的給你一直加分一直過 本土台灣人再怎麼厲害 就是不讓你碰政治 這樣有沒有生活在政治的煉獄 所以通過的法案 全部都會是為了他們的好 所以18%是這麼來的 幹嘛尷尬 為什麼農民看醫生 不用勞健保 知道原因嗎 所有的政治跟我們的人的 人民的生活都有切身的關係 只是你懂不懂 他的牽連在哪裡 然後呢 2009年的7月8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知識本土台灣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首次向我們的主要征服者美國 依照國際法戰爭法 究竟上和平條約及美國憲法提出告訴 告贏了齁 有沒有告贏 有 2009年8月6號 美國政府代表國務院宣布放棄抗辯權 我放棄 你說的都是真的 請問如果我們告贏了 為什麼不把政權還給我們 擱置本案代審 如果今天我們告贏了 是不是應該要將政權還給本土台灣人 為什麼沒有還 美國啊他就說 好啦 我把喔中華民國趕走 請問喔 你敢有人 你有政府嗎 你們有自己的政府嗎 你們有公務員來接掌政權嗎 沒有 沒有 因此 美國說我很公平 當初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帶一千名的公務人員 台灣當時是六百萬人民 台灣現在是兩千四百萬的人民 所以一比六 四比二十四 照等比 因此 美國喔 沒跟你拼啊 我說我很公平 那你們訓練四千名公務人員 所以 這樣了解嗎 這就是各位現在坐在這裡的原因喔 你們 接掌政權要不要有公務員 要不要有事務官 要不要有政務官 要不要有本土台灣人自己的政府 因此 這是美國的要求 所以呢我們在今年呢 第二次的控煤案 我們跟美國說 我們 已經 達到了 已經幾乎達到這要求 請你準備要將政權 還給本土台灣人 大家都知道嗎 知道我們的美國記者會嗎 3月12的美國記者招待會 所以 這一張身份證還沒有去辦的 趕快去辦 它在今年的1月1號 已經全球194個國家都通用了 進美國白宮也可以用它喔 所以 沒有辦的一定要趕快去辦 這裡有一個USNG 它是美國軍事政府 所核發的 你如果拿到身份證之後 你把它這樣子看 它還有12道的防偽晶片 所以這身份證喔 這是證明本土台灣人身份的 這一定要趕快去辦 依照公民權利法案通過的 台灣民政府 大家有沒有看過我們的廣告 有沒有 網路上啊 現在如果你打 應該基本上都會看到很多我們的 不管是官網 還是我們的廣告 媒體啊 如果今天不是很 有親文價值 然後很負面的東西 請問他會想給你報嗎 會不會 不會喔 媒體很聰明耶 為什麼很聰明耶 今天的媒體的養成 他都是要報什麼 負面才有人看嘛 我問你如果今天啊 殺父殺子殺媽媽 然後另外一邊是好人好事 請問你要看哪一台 老實說 要看哪一台 殺父殺子殺媽媽 對不對 這個就是現在的台灣社會的現象喔 所以媒體他很聰明 但是呢 他報導這個 代表什麼 局勢在轉變 有沒有看到千人劍走 走出台灣國際地位 自由時報 這是我們台中主啊 我們那天大遊行 然後媒體啊 新聞記者來採訪 這裡有一個七年級生的楊小姐 就是我啦 謝謝 我要說的重點是什麼 那個記者喔 他就告訴我 其實媒體有多黑暗 他今天啊來採訪你 他給你採訪五分鐘 十分鐘 他回去喔 不一定要抱你講的東西呢 他在出來採訪你之前 他們上面就已經有交代 新聞全部都已經打好了 稿都寫好了 你出去只是補拍鏡頭而已 然後回去抱他想要抱的東西 請問這樣的媒體有沒有被控制 有沒有 可是為什麼他會抱正面的 表示局勢正在轉變 以前報台灣民政府幾乎都是負面的啊 為什麼要抱你正面 媒體喔 知道局勢正在轉變 所以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以假論真欺騙台灣人70年喔 封鎖控制台灣的媒體 剛有講到有沒有控制有沒有封鎖 我們覺得台灣的人民好像活在很開明很文化的世界 知不知道北韓 我們看北韓人民可不可憐 有沒有覺得在這個世界他們還會被封鎖成這樣 有可能嗎 別的國家看台灣人耶 你們各位我請問如果今天讓你們出國玩 你們去到國外你們會去查電腦的網路去查 228的歷史紀錄片嗎 會不會 會有人查嗎 不會對不對 算就不符了 台灣啊 228的歷史紀錄片 你查不 可是國外的網站查得到 請問台灣有沒有被封鎖 有 在於你們會不會看得懂而已 不是台灣看不到別的地方就看不到喔 因為台灣的媒體被控制 捏造台灣的歷史真相 剛剛我們就有講喔 從頭到尾 70年歷史真相 包括現在還要把我們的下一代全部洗腦 課綱為條 很可憐耶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肇事選舉 你拿著他的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去投他的議員總統 就表示你要做中華民國的人 你們要當中國人嗎 而且還是一個流亡政府的人 乾杯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裡面 體制內的政黨有誰 有誰 民進黨 台聯黨 清明黨 國民黨 民國黨 最新的民國黨 知道民進黨前面登記什麼嗎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請問 他是在誰的控制之下 中華民國 所有的政黨 都在中華民國的控制之下 有辦法為台灣走出一條路嗎 不可能喔 除非跳脫 只有台灣民政府而已 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 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 蔡英文發表的 所以喔 你看喔 我有罐 所以我這個年紀政治能感就好了 我 我剛四四的講到 我第一次聽到流亡政府 可是人家都已經發表書了 新聞還爆這麼大 我說不知道耶 你看我有什麼 建國一百年 流亡六十年 蔡英文流亡政府之說 藍綠護槓 新聞報 蔡英文流亡政府之說 綠委普遍共識 新聞都有在講啊 欸我們台灣人就跳過人過 喔好像沒什麼 是不是 重點都沒在看 美國說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到現在還在騙 騙很大喔 這都是新聞有報 談話節目有報 阿我們還覺得 成為一個流亡政府的 國民是好事嗎 他是沒有領土的喔 然後呢 現在要怎麼賣給中國 有時候看到這麼多喔 的這些新聞 照理來講 我講真的啦 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包括我自己 可是呢 我有一個親身的經歷啊 親身的經歷就有感覺 台灣在賣 在被賣掉 我姐姐喔 她的公司是做這個 投影部幕的 這個機器的 有一天她就跟我講說 欸妹 我們公司快倒了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 被中華民國弄倒了 我說你不能這樣講啊 啊證據咧 我告訴你我有證據 什麼證據 他說喔 這個 托影部幕喔 大部分的 這個台灣廠商 他們都跟誰配合 跟公家機關配合 跟公家機關配合什麼 學校啊一些 他們是不是每一年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經費 讓他們去採購這些器材 那是派機啊 什麼有沒有 使用率高 結果呢 剛開始一萬多的補助 砍 七千多 再砍 到最近收到四千多 請問 四千多有辦法買嗎 幹嘛買 四千多 可以買 跟誰買 跟誰買 淘寶網 可以買 淘寶網可以買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跟中國買 請問 補助這些公家機關的錢 是誰的錢 是誰的錢 老百姓納稅人的錢 結果 土利的不是台灣 本土台灣人的 自家的台灣的廠商 土利的誰 中國 這樣有感覺嗎 這樣有感覺 小小的事情 你就會有感覺 小到這樣的政策 不是台灣人窮耶 不是台灣人沒有錢耶 台灣的國際地位 會正常化的貿易不平等 包括這樣子的小事件的 政府的政策 它影響的是什麼 一個小中小的企業 中小企業影響什麼 它下面所有的員工 所有的員工都有 背後都有家庭 是不是 這樣知道台灣人 為什麼窮嗎 為什麼生活會辛苦 有原因喔 有沒有看過海綿道路 知道海綿道路的請舉手 有聽過的喔 有聽過的喔 你要不要看到這個道路上 有沒有看到氣球 氣球呢 插在道路的一個一個孔上 結果 氣球吹起來代表什麼 喔 道路在空氣在呼吸 道路會呼吸 有沒有厲害 道路為什麼會呼吸 這是海綿道路的結構喔 你們看到這個道路上 是不是有一個孔一個孔 今天啊 髒空氣下去 然後經過這個一層一層 有點像賣飯食過濾一樣 再呼出來的空氣是乾淨的 有厲害嗎 有厲害嗎 髒水呢流進去之後 經過一層一層的過濾之後 下面還有一個除水槽 是乾淨的 有厲害嗎 這樣台灣以後還會不會 年年缺水 會不會 不會 台灣為什麼會缺水 台灣是一年三受 物產豐饒的國家 為什麼會缺水 我們不要講天災人禍 重點是 知道我們的水庫的 淤積一百年都挖不完耶 所以知道我們的水庫 懂得沒有用嗎 為什麼會年年缺水 如果這個道路這麼好 還可以解決缺水的危機 還可以淨化空氣 新聞也有報 生態工法鋪的海綿道路 儲水量可達70萬噸 然後這種工法做出的海綿道路 除了通行儲水 降溫防災 生態保育 成本比傳統的柏油道路 還要便宜 知道海綿道路是本土台灣人發明的 有沒有驕傲 齁 那這樣子台灣為什麼不普遍使用它呢 為什麼 全球三十幾個國家在徵求它的專利 台灣為什麼不用 原因是什麼 採購法 不是說採購法不好 但是你知道它徒利了什麼 今天我如果是市長 我今天要競選市長 我就跟這個廠商說 你給我支持 你給我支持 你給我站著 我如果是動算了 我就把這整年燙天的這道路維修工程都包給你 你自己自己去ID 就像你挑戰一起嗎 對 只要我當地預TION 我包給你 你如果是沒錢 你就去馬路那裡 有 issue 那就是有錢了 有工慮問 有沒有常常看到馬路在那裡围起來 然後在那裡 挖挖挖挖挖挖挖 挖完之後不知道在挖什麼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 現在台灣 在針對道路的採購法 它是规定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会补助你多少的金额 然后每一年呢 在你只要道路维修 它就会一直补助你多少的金额 可是大家知道海绵道路 它一开始刚开始铺的时候比较贵 可是你铺完之后 几乎都不需要再维修了 请问哪一个好 海绵道路好 可是这样子厂商就没有钱赚了 然后我的市长又选不上了 这样要干啊 有没有官商勾结 各位即将成为台湾民政府的官员 台湾民政府以后贪污唯一 死刑 我们绝对不贪污 因为会给你们很好的福利 我们绝对不贪污 贪污唯一 死刑 如果今天 各位你们选择做议员 或者是内阁 厂商来给你挖刑 叫你等一下表决海绵道路法案 要通过的时候 你们投反对票 请问你们会投反对还是赞成 要不要让他通过 他要通过 贪污唯一 棒哦 棒棒哦 死刑哦 要不要为台湾做事情 要 要运用最好的东西在台湾 好不好 这是我们坐在这里 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 你还敢相信你眼睛看到的是真相吗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他即将离开台湾 有没有看过这一个 代表台湾参加大大小小的奥运 无法 请问他上面写什么 Chinese Taipei 请问上面有没有台湾两个字 没有 裁军行政院费指案 平坦岛建设国共和解 代表什么 你现在上网打 应该裁军大家都有看过啦 一个正常的国家需不需要国防 需不需要 需要吧 一个正常的国家一定需要国防 可是为什么要裁军 原因是什么 对 美国告诉中华民国 不好意思 你让人发现啊 你要走啊 可是因为你是流亡政府 在国际战争法里面规定 流亡政府 他不能拥有自卫队12万人以上 他要拥有自卫队12万人以下 否则他在国际间就称为恐怖组织 有没有发现 这样会不会看新闻了 为什么要裁军 原因是什么 即将要离开 然后你再去打行政院费指案 他不是一条两条 打下去是 一堆 一堆 你随便点一条进去看 费指国防部军医组织条例 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江仪化 一个正常的国家 为什么要废止这么多的行政条例 不正常 他的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只剩下金门马祖 在外加现在的平坦而已 因此 即将离开了 有没中啊 政治的台湾 他创造的是什么 一连串的政治假象 有没有看到 这个岛漂不漂亮 这是哪里 哪里的建设蓝图 建设台湾 十年二十年 没钱就去外面 堕堕堕堕堕 建设他自己即将要撤退的家乡 拿命盖 他原本是什么 原本他是一个荒芜的小渔村 两三年的时间 他要发成成这样 你看他要花多少的人力物力精力 建设平坦岛的钱是谁的钱 台湾人我们的纳税人的钱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 我问过我爸 我爸爸啊 他是一个政治狂热者 然后呢 他哦 了解这个政治哦 哦 比我们厉害太多了 所以啊 刚开始我在法里 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我是说不过他 可是哦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问我爸 爸我问你哦 为什么台湾人 可以去平坦岛当官 为什么我们可以去到中国当官 台湾人可以去中国当官 知道我爸怎么回答我吗 我爸跟我说 我不知道 所以说我赢了 他现在也有办身份证啊 为什么 他连他每天都在看那些政论节目 他都无法理解 不同的两个国家 台湾为什么可以去到中国当官 表示什么 中华民国国民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 他们国共和解了 国共和解要不要签条款 他们签什么 迷失的台湾现在是怎么了 可以看到什么 国共和解 70年来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 我们的这个学员啊 里面有一个 曾经有一个太阳花学运的学生来 这是太阳花学运 他来这里上课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你当初去反福茂 反ACFA 反福茂的时候 抗议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过福茂的条款 没有呢 没有看过福茂的条款 那你去抗议什么 爱台湾 我说福茂的条款里面 从头到尾都没有写台湾两个字 你知不知道 诶 不知道 你还去抗议 然后还被冲倒在地上 诶 爱台湾 我说 你还爱台湾 所以爱到台湾民政府来 他说 诶 对 我说 你最好去考俊手 不要 为什么来到台湾民政府以后 我问你 诶 我不知道 我说不要这样 抗议福茂 ACFA 是 他们的国共和解的签约 中华民国国民党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人家国共内战的和解 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还去抗议 还被冲倒在地上 这样有盲目吗 这样有没有盲目 而且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他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保护台湾人 知道越南大暴动吗 他怎么保护我们的台商 发一张帖子给你 我是台湾人 这样的人就不会跟你打 你想到有可能 这个是他保护我们的方式 所以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重重要 很重要 2015年是台湾重要的政治年 美国的这个 东亚的住青都有讲 今年 今年是即将台湾执政年 所以各位都很幸运 秘书长有讲 在座的各位 丁系人说 收好兄弟有保余拜拜 你看我们这些后面的这些同心中央志工 他们每个人都努力好多年 各位你们只需要 在几个月的时间 即将见证历史转变的一刻 那有没有幸运 所以台湾民政府执政之后 我们可以问本土台湾人做多少的事情大家知道吗 我在还没有被派任去台中州做复制室的时候 我原本是在中央内阁的国土交通省 我本来那个时候我是想 这是日本 你看他的 这有漂亮吗 有漂亮吗 如果台湾以后变这样好不好 这样子 在路上骑自车的时候就没回到空了对吧 道路又漂亮对吧 我们把这个人孔盖把他移到这个上面来好不好 好好的规划可不可以 因此 有没有觉得 可以为台湾做一些事情 包括海绵道路 我们台湾以后不要官商勾结好不好 如果今天台湾历史的导政 可以是在场的每一个人的使命的话 台湾以后有没有希望 有 只要你现在改变观念改变行动 赶快将你周遭的亲朋好友赶快介绍进来 为本土台湾人尽一份心力出一份力量 台湾以后的生活可以过得比现在还要好非常的多 你们相信吗 有没有信心 要不要为台湾人做事 贪污唯一 死刑 加油好不好 谢谢大家